來,不好意思喔,左邊擋到喔 謝謝 站中間 來,前面 站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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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工作人員可以稍微讓一下嗎 不好意思 站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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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沒聲音啊 最開始的 對不起,今天 Fashion的重點 今天我就是穿了 Prada最新的 新裝 然後我覺得它是一個有漸層 然後有點花朵 其實有點就是春意盎然的感覺 所以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個 比較快樂的耶誕氣氛 耶誕節要怎麼多 你沒有計畫嗎 其實我覺得每年的耶誕節都是那種 充滿了感恩溫暖 然後我自己是一個聖誕樹控 所以我很期待 十二月要佈置聖誕樹 我們家已經是花花綠綠的 然後很充滿聖誕的氣氛 我覺得就是有一種很溫馨 很感恩的那種季節 然後小朋友就最喜歡聖誕節 因為有很多顏色 然後有很多燈 然後很多的裝飾品 然後可以一邊跟他們講聖誕節的故事 有特別學什麼聖誕禮物嗎 小朋友其實聖誕禮物很簡單 就是因為什麼對他們來說都是很新奇的 那我應該會幫他進階一部腳踏車 我希望他可以練習騎腳踏車 你要準備什麼聖誕禮物給老公嗎 糟糕喔 我都常常忘記先生耶 我今年應該 應該要幫他挑一份聖誕禮物 還是來這裡要挑一份聖誕禮物 然後跟老公講 我通常都是藉著工作的機會行逛街之時 等一下 謝謝你們提醒我 我等一下進去幫他挑一件外套 我覺得因為我先生好像其實 屬於不太 物慾不強的那種 所以我等一下進去幫他挑一件禮物 謝謝你們幫他要到一個禮物 可是自己常常自己說自己會忘了老公存 但是老公會抱怨嗎 畢竟說自己一直在顧小孩 就是以小孩為重心 對 其實我覺得我們兩個都一起顧小孩 所以就比較不會抱怨對方 但其實我蠻享受這種感覺的 就是爸爸媽媽都在小朋友的身邊 那我覺得現在小孩子兩歲三個月快要 感覺他已經很多事情很獨立了 所以我們爸媽反而依賴他比較多 所以還蠻珍惜可以陪他的機會 就不會覺得好像有吃醋啊什麼的 所以其實小孩不黏爸媽是爸媽黏小孩 對 其實他真的很獨立 我覺得爸媽特別黏寶寶多過他黏我們 我們都一直找他 然後一直要跟他玩 他都會覺得好像他自己玩得很好啊這樣 對 所以是我們有分離焦慮症不是孩子有 那接下來工作上面也有想說 你竟然是很小孩 現在比較準備 你有沒有要增加更多的工作 我覺得現在小朋友確實還小 然後因為他還沒有上學 我覺得在這一段我們可以跟他多相處的時間 我還是希望多放一點心思在家庭 但是我真的認為當媽媽還是要有自己喜歡做的事 才不會我覺得在做事的時候更有動力 然後你也給孩子看說生活是需要努力的 然後你給他看你想要什麼樣的生活 你需要努力去工作 你希望有自己的興趣 我覺得這對孩子來說也很重要 因為我一度就是只想跟他在一起 但我覺得那個不是很好的示範 我覺得你想要做運動啊 想要做什麼可以帶著他 讓他知道生活是這樣子的 而不是時時刻刻只有他跟你這樣 那以後送出來去上學 會不會人家第一天啪就流眼淚呢 我很怕欸 我覺得我的小朋友是會到學校 然後轉過來說掰掰的那種 然後我可能就會 所以我打算如果我真的送他去上學 我第一天我不要送 就是因為我怕我會難受 所以我覺得就讓他很獨立的自己去上課這樣 不要有那種分離的感覺 沒用的媽媽 謝謝喔 聖誕快樂大家 謝謝 感恩 謝謝 謝謝 加油 加油 加油